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靜壇新秀逢星期二午晚夜晚九點半至十一點的封煙直播 今天繼續有我 肥仔傑 有梁 梁蕭韻 還有我們有芬姐 但因為芬姐剛剛公務繁忙 現在過來了 稍後大家會看到芬姐出現 大家一定是熱切期待芬姐和我們一起談談兩會的草案上高 究竟有些混合解讀 選委會 立法會選舉 甚至乎47個漢奸案 究竟我們要如何解讀法律條文 也是想芬姐和我們解釋一下 如果大家想看到芬姐 快點把我們的影片廣傳開去 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很開心 直播有肥仔 我好像很久沒有跟肥仔做過直播 有很多人問我和娘娘是否罵了架 為何經常不見我上來 不是的 因為我們都想給多一點 其實很有趣 很多人覺得不在畫面看到就以為是吵架 我最多是被娘娘罵 我們希望給多一些不同的組合 多一些不同的新鮮感 每次都有一個死肥仔 每次都涼涼加肥仔 不行了 太悶了 給大家看多一些組合 但我依然在這裡 放心 特別是我們要記住大家要多多支持逢星期四 因為我們加開了逢星期四的直播節目 香港90後小粉紅和你談 小粉紅挺有趣 為何叫小粉紅 小粉紅這個名詞可以說是在內地比較熱門 小粉紅究竟是貶義還是膨脹 其實是好的 因為是在說我們90後的年輕人 是比較愛國 而且愛國的情況不是收起來 而是真真正正會在外面跟別人說我真的是愛國 很多時候這些我們被稱呼為小粉紅 所以希望星期四多些90後甚至00後跟大家說 我覺得巴薩說得不錯 巴薩其實也是香港人 他在香港大 香港出生 香港讀書 他現在在內地發展 所以大家看到像是一個Zoom 或者是視像會議 沒錯 他對於國策的理解 或者一些 其實我們好像很多人不是很敢說 共產黨是不是什麼 他們對於國策的認識非常透徹 比如肥仔 所以我們都很希望多一些正常人的年輕人為我們發聲 所以大家要多多支持 巴薩也完美演繹了真真正正一個年輕人 他愛國的行為是怎樣看呢 他現在在內地發展 他身處在內地 他又怎樣看 人們經常在說東門淪陷 東門怎樣怎樣 深圳怎樣怎樣 又說中國內地現在還在吃 台灣近來有一件事更好笑 菠蘿嗎 現在你中國吃菠蘿 你要多謝台灣 如果我台灣不出菠蘿給你 中國你吃樹皮吧 所以我現在就希望請到巴薩和阿里森和Mompa幾個年輕人 因為他們現在都在內地 我看了屈永賢的一篇文章 他講起謝霆鋒為了尋找最甜的味道 其實中山有個地方的菠蘿是很甜和很好味 我們現在還未能夠上去 要不然我就馬上去試一下 我希望他們幫我們去一下那個地方尋找一個最美味的菠蘿 講到我們中國的地大物博 有什麼可能我盛產的菠蘿不夠你台灣的一個小地方 雖然台灣也是我們台灣省 當然大家很期待芬姐的出現 因為芬姐真的很辛苦 公務繁忙 我們現在不如大家一起按加一支持芬姐 現在芬姐來到我們的現場 有請芬姐 我們給點掌聲 我們音效裡面都有掌聲 今天很漂亮 所以大家記得要支持一下 每逢星期四夜晚8點至10點 在政壇新秀做直播的 這個香港蕭花紅90校和你談 我自己肥仔傑也會和大家一起見面 在這個節目裡面 今天很開心請到我們的政界女神 我們昨天是女神節 今天我們可以請到我們的女神出現 梁美芬立法會議員 其實我也知道她很辛苦 因為馬不停提 在立法會裡面又要開會 也要跟我們解釋很多法律條文 在法律條文上 我看到芬姐自己也有拍片 跟大家說 所以我很希望芬姐今天來現身說法 告訴我們 所以敬請大家快點現在 把我們的影片廣傳開 芬姐可以戴上耳機 吃了飯了嗎? 吃了 吃了 辛苦你了 不要這樣說 芬姐說讚你的口罩很漂亮 謝謝 漸變色很漂亮 對 漸變色 都是我們這顏色 紅變藍紫 以前我們要分很多顏色 我記得芬姐你也說過 穿衣服很彩色 你記得在佔中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你在一個活動 在台上說 其實我們香港應該是彩色的 我很希望不要再分很多顏色 我都想要穿黃色 在台上跟大家見面 我最記得你說這番話 我不知道你還記得嗎 奪回黃色 是的 因為我們 其實我們根本黃色 是大家都很喜歡的顏色 沒有理由 因為某些人佔了 如果我們就不可以用 我覺得慢慢我們可以 加上其他不同的顏色 一起 我們是胸襟 是很廣闊 沒錯 慢慢我們會包容 我們不會學他們再用顏色 這個需要時間 也需要修理香港 還有其實黑色也很慘 因為其實我自己 我以前很喜歡穿黑色 我甚至有時候會穿全黑 因為我覺得黑色顯瘦 所以大家都喜歡 但問題就是經過黑暴事件之後 他們將黑色就私有化了 搞到現在我自己穿衣服都不敢穿黑色 因為我們律師這行 一定是穿黑色 不過你就加些白色 黑白 我們通常 我最喜歡上黑白色 黑色搭配白色 所以我們不應該有任何的顧忌 我們喜歡穿什麼顏色 就穿什麼顏色 不過不用跟他們那些什麼 全部都是黑色 所以我們喜歡加一些色彩 最重要是個人的心態 包括之前他們用手指五或一 現在就算在緬甸 現在又說三隻手指 我們過往覺得三隻手指 應該是否發誓三隻手指 如果現在被他們搶了三隻手指 代表什麼 可能我們以後很多東西都被他們搶了 發誓 是否當食山菜 但那個點是這樣的 我們 這個當然是一個政壇的gossip 但大家也看過一些片 好像我聽說 香港是有一個世界性的組織 專門訓練的人 就是在政府那裡 是有同一種tactic 例如去洗別人的腦 或者用一些符號式 都是一種手法 其實你如果看到這些手法 反而要跟年輕人 或者一些笑逼更事 或者不熟悉這種行程的人 提醒他們 這些都是一種洗腦的方式 很容易記 然後就洗腦 是不需要過濾 這個我們看過一套片 他在世界各地都專門訓練 這些人慢慢就會越變越激進 他只是純粹講符號 講顏色 所以我覺得我們都漸漸 我們要將有些所謂的顏色奪回來 甚至有些迷失在他們那裡 還未去到跳崖 我經常形容 沒有辦法 那些攬炒派全軍覆沒 我都預告了很多次 那些救不了 但很多他還沒有跟著跳崖的人 我們可以盡量把他吸納回來 我們的正徒 把廣闊的大道 都是為他們開門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當然 芬姐一向都很支持年輕人 也希望他們重拾正軌 人們有很多想法是正常的 是多元的 我經常都覺得 芬姐你舉個例子 你以前參加過游行 曾經參加游行 我在大學期間 我最近才有一個訪問 中文大學正正是40周年 我不記得 他們將這麼多屆的畢業生 找一些特出的訪問 其實我真的可以說 我當時比較出色的畢業生 拿了很多獎學金 應該是歷年來 應該都是 那個紀錄好像不知道有沒有人破 我不記得 但是因為我大學的年代 我就搞很多學運 學生組織 有做過學生部的副總編 有做過聯合書院主席 學生會主席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不找我 其實那次的訪問是去年九月 不過今年才出 今年才出 他們自己快出 我猜都跟我說 因為很年輕的 那些是一年級的 除了師姐之外 其實已經是他們的老師級 那個項目就是 現在再看我的訪問 就發覺 我說真的很準確 我預告的一切都是很準確 其中一個 我自己就用過來人 講了很多過去的一些經歷和選擇 尤其是當年輕人 你在一些大型的政治運動會迷失 你想走出來都不行 因為那些同輩會向你施壓 但是我是一個比較反叛的人 年輕的時候 所以他們一向我 我也經歷過這種施壓 一施壓我就反彈 所以之後我其實 你見到我沒有參加過 再是他們的一些大型的遊行 原因我是見到很多事情發生 但是那一項目就是這樣 那一項目就是 那一項目就是 逢是這些大型的運動 一定有一些人很出位 他走到很前 好像可能做了國際的政治明星 或者好像黃之鋒 可以去到Time 都做了Friend Page 也有不少他們認為的師兄師姐 現在走到那麼前 好像英雄一樣 那裡我記得那個conclusion 就是說 我說你不要看他們現在這麼風光 如果他們做的事情犯了法 他要承擔後果 所以你們千萬不要學他這個方式 去爭取你們的訴求 你們的訴求 即年青人的訴求可以很理想化 但是方法 不是任你怎樣做都可以 更加那些人推你們 去用犯法的方式 去增加光環 你千萬不要學 那這句話 已經是一語中的了 是的 芬姐說得很好 就好像現在 在整個反修例的暴動裡 其實差不多有1萬人被拘捕 而裡面差不多有60-70%都是年輕人 特別是隨著國安法來臨的時候 有55個我們說有一個攬炒派被捕 結果有47個人暫時提案 但有很多人走掉了 然後在Facebook上 每天都說自己打什麼國際線 去為香港人繼續爭取 叫香港人不要放棄 包括了你之前的同事 許智峯 近來他很厲害 他由英國說要轉戰去澳洲 他近來應該是這一兩天 成功入境了澳洲 就說要在澳洲展開他的國際線 但他說展開的時候 他就說原因是這樣 因為澳洲比較少全職去爭取 幫香港人爭取福利 爭取利益 第一件事我就覺得很懷疑 全職是誰給人工 澳洲政府未必會付錢 未必 我不知道誰會付錢 全職是什麼意思 第二件事就是他當初有一個案件 他和林卓廷都被提告 然後因為保釋條件被他保釋 他轉戰去丹麥開一個環保會議 然後他就離開了 到現在他之前就在英國 他說見到自己的朋友 現在就被捕在獄中 他自己睡不著覺 又說自己很心痛 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是他去了澳洲 薰姐 我怎麼看呢 就是他或者其他人 現在有份被檢控 說真的大家都在立法會大樓 有時會碰面 我久不久都有提他們幾句 我說真的很收手 要聽我們說 我們就算是大家是政治的對手 我都有時會提他們幾句 尤其是那些新進來的 我記得有一兩個 我見到他們從來都沒有提過 那些什麼動議辯論 口頭書面質詢 我有一次還跟他們說 為什麼你們進來這麼久都不提這些 他說也沒有人教他們 因為有些是打單拋 靠激進進來 我說做議員 你不是進來第一件事就點人數 不是這樣的 因為我覺得自己 可能在大學有教書 不同類型的同學 就算他激進或者不同政見 我有時都會說幾句 就是希望他們好 因為畢竟香港都是會有不同的聲音 議會裡面我仍然都是這樣認為 我們有不同的聲音 是好的 但是好像他們這樣 我說你這樣搞成這樣 你這樣沒有可能 你記不記得我是第一個出來說的 在電視 他們楊岳橋和其他人一起開記招 說35家 我是第一個出來說 我說一定中央不會讓你這樣做 這個是違反一國兩制 中央一定會出手 目的是為了救香港 我記得 你不可能 因為你們這樣無差別 什麼都反對 癱瘓不給撥款 什麼什麼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當時他覺得自己很吃驚 他覺得什麼可以有方法出手 我說你們了解一國兩制 基本法和香港不是只有兩制 還有很多一國自己保存的權力 他是從來覺得不需要用 但是你只要細心看看基本法 你只要細心熟讀一下中國憲法和基本法 一國兩制的關係 你從政的 你其他普通人 我可以說我沒有讀過 你從政的人 最基本就是你要了解一國兩制是什麼 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關係 不知道的 真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情況 你自己撞牆撞山跳崖 然後又帶一群自己支持的人 然後全部攬炒 那時候真的是攬炒了 真的是跳崖 但是我們沒有可能容許香港被這批人攬炒 一定要制止 所以我自己想回 我都有幾句有時候提醒他們 什麼許智峯呢 我真的不知道應該怎樣形容 他對著自己的黨友說他不會走 是的 胡志偉信了 他自己說不會走 所以這一批年輕人很難令人信服 就是他好像司徒說他們那個年代的人 你看到他是有個理想在 就算你同不同意他怎樣爭取的方法 是對還是不對 是令人起碼尊重他 現在這些情況就是 今天說完明天又不同 而且馬上就不承擔責任 走得就走 那你怎樣說你自己有什麼政治本權 又說你以為自己是什麼人 有什麼利用價值 你們可能沒有這樣的經歷 我因為八九年的時候 我就是那一代的大學生 看著那些人是很風光 就是我剛才說的 去了外國之後 你的利用價值一無 他真的覺得你是包袱的 那些政府覺得你是包袱的 因為如果你又不夠聰明 你要看看他們這批人的水平 是什麼水平 然後你天天在那裡鬧 鬧鬧一下 沒有人願意聽的了 所以你又沒有那個專長 那你自己也是入籍 請請一下沒有利用價值 很悲慘 其實他只是下降 其實他只是下降 去到現在大事宣揚 我現在來澳洲 有沒有人有興趣請我做事 繼續打國際線 會不會這樣 絕對是 因為以前那些 我就知道他們為了生存 有些人自己也有兩句話 其實他也不想 但是他一定要罵 就是罵國家 但是有幾十年沒有回去 根本不知道國家現在 真正原來是多好 或者自己家人都會告訴他 現在國家變了 但是他也要繼續要罵 因為他要不然 他就沒有收入 其實完全迷失自己 所以其實當時許智峯 一定是沒有聽梁美芬說話 所以就誤入歧途 也不算誤入歧途 就是他越走越歪 我們有一個觀眾 叫順風順水 他就說 美芬一直說 聖讀十年書 我現在都很願意 說幾句提醒一下 大家有些年青 其實許智峯這次 他自己說 他講到自己很風光 因為他自己發文 就說我要離開英國 其實我看回他 他是讀書人 他那段文作得挺好的 他首先一開始 就要跟大家說 我現在就離開了英國 為什麼離開英國 他首先是細數自己 在英國日以繼夜地 打國際線 就說每天起床 睡覺之前 都跟不知哪個部長見面 又不知見過多少人 說到他全職在這裡 大家都知道 做漢奸是零錢的 正常來說 沒有一個機構 或者部門 會說 我現在出錢給你 你就全職做漢奸 正常出錢的 不會是這樣 除非你暗瓦裡收錢 他可以完美地做到 給大家看 我現在做漢奸做得挺風光 還可以不用潛途 匯豐銀行戶口 被人剪掉 商用卡被人剪掉 沒有錢用的情況下 他都可以不用工作 他的工作就是打國際線 他就是告訴年輕人 叫年輕人學他 反而我想問問你 因為我看回民主黨的政綱 或者信念 我姑且信他 第一條就是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們支持香港回歸中國 回歸後實施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港人民主治港 符合香港人意願 有利於穩定與繁榮 對中國的發展 起到促進的作用 我們關心中國 作為中國人民的一份子 香港是有權和有責任去參與 評論國家事務 我覺得他在民主黨的基本信念 他自己說自己的基本信念 他都以一國為基礎 我們都起碼看到這樣 但當近年越走越歪 特別是參與違法初選 或者支持五大訴求 其實這些都是背後一種 港獨的意味和理念 現在如果是這樣 例如有一群人被捉了 有些人走就走 退黨就退黨 但接下來 民主黨又有沒有機會入閘 我如果從他的基本信念來說 他應該有機會入閘 因為他都承認香港是中國的部分 他不是說要將我們分割開去 民主黨的成立 我剛才也提到他們的前人 司徒華先生 是一個不同政見的人 都是非常尊重的一個人物 我也都有機會見到 司徒華先生和他合作過一些項目 以前在大學 包括以前的教協 都真的做一些教育 譬如監督那些工作 但是說真的 由張文光轉到葉建源 全老師 張文光我直接和他共事過 真的有幾句可以談 在教育的問題 大家有時候是可以合作 是為了香港好 他很反對那些人說粗口 更加我記得他和毓民 在立法會我們都看到的辯論 他們怎麼可以這樣移政 或者為什麼你這樣說話 起碼有個老闆的粗口 但是葉建源絕了班之後 他從來沒有底線 全面支持任何老師 包括失德行為 粗口行為 包括包庇自決 這種思想 我形容是什麼 是迷失 完全是因為這個位 他要鞏固這個位 他就迷失了 民主黨也有這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呢 最初民主黨 包括劉慧卿 我講劉慧卿 劉慧卿在2010年 他們是願意妥協 大家記得嗎 其實那個政改方案 走到一步 都是因為他們有幾位 包括民主黨他們 是願意妥協 而且當時我記得他們很多 包括張明剛那些 都想著即將不做立法會議員 希望就是 如果被人插 就是被他們激進 理想派 完美主義的人插 都妥協了 政治哪裏有說沒有妥協的 哪裏有理想的 你講理想主義出來 你真正實行都變了樣子 一定是妥協 一定是一個務實的 才是一個政治的智慧 劉慧卿他都是有一些底線 我們自己互相都會聽對方的發言 你會看到他們畢竟都是經歷過一些歷史 是知道底線要去到哪裏 你不會去冒犯 去到國家的主權 但是你換了就是 包括你剛才說的許智峯這些 許智峯是一個版 你記得他搶手機 劉慧卿也是第一個出來罵他 這件事我都是比較佩服劉慧卿 他是可以這樣 當日我記得他在金乃威事件 他都沒有支持金乃威 因為金乃威就是被女下屬說他 對他有意思 那時候我們負責查 他都是很公正的證明 這些你會覺得在那件事裏面 他還有一個底線 這些我們都是政見不同的 但是政見不同的人 在某些大時候 有時你達到共識 那件事就推進 歷史就向前進 一定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首先講民主黨 民主黨胡志偉還沒進來的時候 好地地的 還沒做立法會議員 做了第一第二年 我覺得他還是很集中講民生議題 接著就迷失了 做了那個主席之後 我就小想不到他跟他們那批人 玩三五家 或者是衝擊立法會 那時候不是搞得很混亂 沒錯已經有了 其實淘謹申 他最明哲保身 但是他 我記得有一兩件這些東西 是有在 總之我就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 好像楊岳橋 湯家驊都說 為什麼他做了立法會議員 變了另一個人 楊岳橋以前是跟湯家驊的 好地地的 一進來 我就形容是什麼 我這裡寫了兩個字 這個叫做激進的病毒 跟病毒一樣危害香港 他危害香港會蔓延的 開頭可能只有 旭敏這些 用一些比較粗俗 粗口 那些都會說的 長毛 但他們其實有譜 這批比較老 他去到某一步 他是不會講主權的 那時候那幾個大舊那些 他罵你罵你 人身攻擊 罵政府 罵到什麼 但是他不碰 那你不碰 就仍然留一個生存空間 坦白說 但是新進來的那批 就不是的 就去到別人不跟他說 他都要威逼他的 如果我沒有錯 黃碧雲都是被他們追打的 逼了上台的 應該是 其實生存空間 都應該沒得玩的 但是他又走去玩 那你要參加 你明知道被他們批人是這樣 我就說 這個就是迷失 迷失就是怕你不跟著這樣激進 沒有選票 你跟他們這一批 年輕激進的力量割蓆 第一你會被他們鬥 你會被他們批鬥 生存不了 又沒得選 那就一定要黏在一起 但是心中可能又怕 那民主黨就是正正是一個樣板 他就踩下去35格 那你其實一個這麼大的民主黨 你用不著跟他們這批人去玩 我們也知道民主黨作為老牌的主流 他仍然是斬斬斬斬斬有柴的 但是許智峯這一類的風格 似乎調轉變了帶領了他們的黨 走進去死胡同 好了 這樣就跳不出來了 這是第一點 跳不出來了 記得那時候五區公投 我如果沒有記錯 民主黨是沒有玩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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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被人罵批鬥 沒有錯了 那時候就聰明了 那公民黨就沒有得救了 公民黨如果我沒有記錯 整個黨不知用過信指 就是講制裁 制裁我一早也是 我沒有保留自己這種 對他們的警告 即是忠言逆議 我說全世界怎麼會有人 找從政的人 去叫人制裁自己的國家 和自己服務的地區 那個不單單是政治 你害慘香港 你害慘香港 害到香港繁榮穩定也沒有了 最優惠待遇也沒有了 你怎麼交什麼功課 這些人根本就完全沒有政治水平 你覺得他們會交功課 交給誰 我經常覺得他們在立法會 或者是很多事情 要去和很多人開會 見面的時候 他們好像是有一個老闆 或者是有一個人 他們要去接觸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其實這些人有些 譬如郭榮鏗 楊岳橋那些 都是法律界 真的抓不到郭榮鏗 真的很生氣 我告訴你 郭榮鏗 你記不記得阿太做特首 那時候只有一個民主派 不知道七一還是十一 他有出席的 那時候我覺得他想著 可以有機會大家合作 至少他是接受阿太的 也委任他進幾個重要的法定委員會 基本上他是打溫和牌 至少有得談 他不是打玉敏 許智峯這個餅 他不賣這個餅 突然間 我自己覺得 好像湯家驊和楊岳橋一樣 好像中了病毒 為什麼病毒是什麼呢 就是他跟了陳方安生 去了美國回來 他做的那些事情 完全是不可思議 你做夢都沒有想過 這個人會主持這個內會 是做這麼愚蠢的事情 就是你這樣主持內會 你陪那批人這樣做 這樣做 第一顯示自己無能 你主持會議根本是沒有的 沒有主持 第二你陪他們這樣做 這個癱瘓內會 又是一定是違反 那個基本法的 因為基本法是要確保 香港繁榮穩定 一定不會讓你去癱瘓 那些政權架構 議會 撥款 怎麼會讓你癱瘓 他們就是一樣 就是我回到剛才一開始說的 他對一國是沒有認識的 他完全是不需要認識一國的東西 他就是想著兩制 自己就在自己的世界 就跟著那些年輕人 他心可能都覺得 獨立、自決都沒有所謂 他其實迷失了 你一個重政的人一迷失了 那你就沒有了 黨也是沒有的 方向迷失了 民主黨呢 如果你說 他就除了現在的議員之外 他還有其他一些人 那些人 我就是奉勸 大家不要死頂 前居可鑑 應該他真的要找回 他自己創黨的那些人 那個政治理念 你可能民主黨裡面 還有一些新的人 他沒有欺負這些東西 你自己應該冷靜下來 就是他或者還可以有得玩 沒錯 因為始終民主黨現在都是 區議會裡面最大的黨派 他有96席 現在隨著許智峰走了 有些人被抓 不知道那些議席還在不 現在至少他們仍然是一個最大的黨派 雖然說區議會只是一個諮詢架構 但是始終都是少近民生很多的撥款 如果他們都是奉勸他們 聽到芬姐對他們的勸諫的時候 他們是乖乖的 可能有機會 其實我們都是希望有一些正常人 去為我們的社會服務 我一個一點而已 我公開私底下都一樣跟他們說 基本法本身是容許不同聲音 整個設計 我們是很開放的 但是不是你來搞囂的派對 一進來踢球 你就打人 用釘叫人踩釘 那場球沒辦法打 你說我是舉行這場球 沒可能讓你這樣做 所以是傻人的政治 我說他們政治智慧是靈彈的 或者符分 這些是很容易去說 不容易去說 就是有些為什麼一去完外國回來 好像有病毒 這個病毒真的會蔓延 就是看到的 一開始是很少數的 在議會 後來形成很多數 然後呢 就算現在區議會 他們說大多數 它不止去影響 他們那些 從政那些 即是老一代 主流 溫和 全部都是變成激進的 這種迷失就不行了 只可以動手術 撤了這些毒瘤出來 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為香港好 我們香港不可能跟這批人去攬炒 我們沒有辦法 但是那個辦法 他們說 你們要修正自己 我覺得要檢討 從政的人善於檢討 此路不通 你繼續跳崖下去 除了你自己毀滅自己之外 那你就要想想 香港 你自己是不是都還想發揮 正面的健康的反對聲音 不是破壞的力量 我們不要破壞力量 說真的 破壞力量 We say no to it 沒錯 你不同聲音 你是不是還叫做反對派 他們自己想 外國就叫這些 做忠誠的反對派 那你自己 不可以想 每個 term都可以 但是這個就是要 自己去想 走一條路出來 是不是 你跟著 你明知那些是死路 一定不會讓你繼續破壞香港 任何情況底下 剛剛芬姐說了手術 我們又回歸到 我們今天想討論的一個題目 大手術 沒錯 我們現在香港的大手術 就是人大現在正在開兩會 當中討論的第七項議程 就是改革我們的香港選舉 我們在討論之前 是不是叫完善呢 完善 不能叫改革 即是完善 我們在談之前 我們有四千五百人在線 差不多五千人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這條片 我們現在馬上討論一下 到底現在香港愛國者治港 看看到時芬姐怎麼看 以及怎樣去評論 接下來立法會選舉的完善方式 到底是二十值三十四十分佈 還是三十三十三十分佈 還是還有更加好的分佈 因為現在差不多開完會 應該是今個星期會有表決出來 我們都想看看 芬姐你怎麼看 我們立即要找芬姐上來 看看可不可以跟我們說 新鮮滾熱的內幕 所以大家趕快分享出去 檢查你有沒有被退訂政壇新秀 訂閱我們免費的 有興趣做我們的會員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現在開人大兩會的時候 他也有說現在要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 包括選委會的時候 由一千二人變成一千五人 其中區議會的議席有117個 應該有機會被取消 加起來突然多了四百多人 再加上之後 現在有機會好像叫做調轉 在九月就選選委會 到十二月因為我們立法會的選舉 不能一拖再拖 有機會在十二月就選立法會 芬姐也是立法會的其中一員 我想你說的 會不會對直選會有影響 因為其中現在有些消息說 如果是這樣大比數來自選委會的時候 而他們根本上很少接觸民間 也很少接觸地區議題的時候 會不會令到地區議題的聲音少了 因為現在有機會地區直選只有二十席 會不會只有一種聲音呢 而田飛龍也說過 其實中央是不要像微圖章 也不要忠誠的廢物 我覺得他說得好 其實對我自己的理解 他應該是對公務員說 而不是對議員說 因為議員始終是我們民間的監察 而監察的時候真的會影響他 公務員就不同了 即使他做得差 仍然可以升完再升 升完沒得升 都可以找個位置讓他升 我自己去看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衛及民生 其實什麼叫民主 就是以民為主才是民主 芬姐你會覺得 會不會這個改變的時候 是影響我們去怎樣帶動整個民生的議題 因為你一直都很關注民生的議題 民生的議題永遠都是放手為 以後改革了 其實改革這個字都沒有問題 喜歡用改革又可以 完善又可以 事實就是一個改革 所以都是會以民生為主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估計怎樣改都不會差過未改之前 未改之前 現在我們就去到一個 現在就是一個特有的時期 因為武勢反對派的人 攬炒 因為他們自己毀滅了自己 但是我們都希望議員 他會有不同的聲音 但是前提這個遊戲規則 你不要進來 只是搞破壞 此路不通 那這個規則修改之後 進來 任何人 我們不管他是選委會 還是直選 只是功能組別 只是說一件事 就是政績 表現 能力 我不會用田飛龍 他是一個很可愛的學者 他很爽直 但是我也不會說 他究竟是特別針對什麼人 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 無論從政的人 你是在區議會服務 立法會服務 在政府不同部門服務 甚至法定團體裡面服務 本身要是政治忠誠 就是必然的 其實不需要說出來的 本來愛國者治港 他們反對派 就是為什麼沒有寫在《基本法》 我經常聽收音機節目 他們就說不服氣 看來看去 雖然鄧小平有說過 但是《基本法》沒有 經常都這樣說 《基本法》為什麼沒有 鄧小平為什麼要這樣說 鄧小平對著草偉說 草偉是立法 他在法律上的用語 已經在104條說了 愛國者的要求 法律體現就是《基本法》104條 你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要擁護我們一國兩制 擁護《基本法》 這個就是政治忠誠 和愛國者的法律體現 其中包括一些項目 就是你應該要宣誓等等 好了 為什麼我說 這個本來是不用寫出來的 現在為什麼又要說得這麼白 甚至這麼高層 去到國家領導 說完又說呢 真是壞些說 香港人就是要畫公仔畫出場 真的 本來這個是我的家 那你是丈夫太太 子女的關係 親人的關係 本來你就要愛 香港是一國兩制 香港不是只有兩制兩個字 那你怎麼會不愛國呢 愛國這個字是不用說的 但是原來24年回歸 香港的教育 傳媒 各方面是出了很大的疏漏 以至到愛國呢 要閃閃縮縮縮 或者愛國愛港走出街 又被人罵 其實是畸形的 所以這個重題 其實就是畫公仔畫出場的東西 要我們說完又要用另一個角度去說 所以我就說政治零分的 政治智慧的領悟力是零分 因為他不想知道 你不喜歡一個國家某些施政 甚至制度可以 你怎麼會說自己不愛國呢 對不對 你不喜歡那個制度 家庭都有時候 你不喜歡這個梳化放在你 你會不會說自己不愛自己的家人 是兄弟來的 內地的同胞和香港人 怎麼會敵對的 怎麼會說人蝗蟲的 但是為什麼會越來越多人跟 這些就是病毒 沒錯 在教育裏面有病毒 所以今天我們要討論 234還是333早食講 我沒有水晶球 現在就是人人都說自己的意見 出來就知道自己的意見中了多少 真的是這樣 我作為一個直選的議員 我也是建議希望是333的 333的原因我一直看法 333的意思是 333就是保留直選 他的口罩很有趣 即是大家按照你所住的區域 例如我當九龍東或九龍西 你去投票給那個人 好像芬姐一樣 九龍西 對了我沒有記錯 沒錯 嚇死了 芬姐看著我的眼神 另外第二個3就是 這裡的3是30席的意思 因為現在原先是35席 現在是30席 其中一個方案是改革到30席 即直選 第二席就是功能組別 也是35席 降到30席 當中全民降了5席 就是超級區議會 另外還有30席就是特首的選委會 選委會 不是特首的就是選委會 選委會 1500人是選民 沒錯 我只可以說 我沒有水晶球 我給意見的時候 也不是從我 是不是一個直選議員去出發 我是希望香港好 希望政府的施政能夠改善 政府也都自己要檢討 建制派也都是要檢討 大家也都是在這個大時代 大危機裡面 當然我們有很多東西 是很努力做得很好 也都有很多東西 我們努力之後都做得不夠好 我們覺得在這個大時代裡面 每個人 每個派別 每個黨都應該謙卑下來 包括公務員 政府的那個班子 所以這個新的改革 並不是針對特別的人 而只不過是真的覺得 透過這個選舉裡面 存在這麼多的漏洞 如果沒有漏洞 你不會令到相信自決 相信港獨 不肯宣誓 不肯宣誓 代表什麼 你為什麼不肯宣誓 又有這麼多公務員 都不肯宣誓 200個 即是代表什麼 還有可以是就這樣戴個面罩 旺角就有 完全都不知道是誰 有些是找隻貓還是狗 拿出來做Banner 這樣就當選了 即是這一種的情況 是沒有辦法 不令到那件事 提高到中央的層面 而事實上 在香港的level 就特首自己說 我未必同意 不過特首是這樣研判 他說香港自己是沒有能力做到這些改革 他的研判 中央我覺得 是關愛香港 情願有些批評 自己直接面對國際 就自己跟香港做了 這個是事實 如果香港自己能夠在制度改善做得到 中央絕對不想直接出手 但中央都要有責任 亦都享有那個權力 他要幫香港動動這個手術 他就看到不行了 再走下去 你35家這些人又選到進去 那你為什麼呢 當然 那個遊戲規則以前 在回歸之前 然後一直演變 是為君子而設的 我們不怕有文明的反對派 熱愛祖國的反對派 他可以對政府有激烈的批評 但是你不是搗亂 癱瘓 但是我們怕那些濫炒派 無知的破壞派 還有要人無端端和他一起 就是同歸於盡 就是傻人 就是他小人和人渣 不是政治傻人 你在這樣的情況下 唯有就有那個門檻 那個門檻是 你可以說真的反對派招來的 我們這些人一定肯定沒有問題 我們當然是熱愛祖國 我們公開講的時候 我很驕傲我是中國人 我愛國家 他最困難的時候 我去幫國家服務 你們不能夠接受覺得很肉麻 或者說不出口 就是你有問題了 逢是這樣的人就不適合從政了 你先搞定了 你只要表面上不犯法 我可以由你 但是你就不適合從政了 這是第一點 政治倫理是不對的 我不愛那個區 你也不要在那個區參選 你仇恨的 你仇恨那個區 你仇恨那個國家 你怎樣在這個國家裡面 或者選擇性 我只是服務一些 支持我的人 不支持我的人 我就不服務了 甚至乎有些人 他這些 直接要趕他出去 藍絲與什麼 但是這個問題 也是表面的 他背後就是因為反對國家 他只是服務一些反對國家的人 所以這個不行 他們這批人 也不可以鼓勵 令他有代表 所以你就要轉過來 你選擇 只是給大家願意 在一國兩制這個遊戲規則 法律框架裡面玩的代表 就是大家慢慢民意就會轉過來 所以我覺得 最重要是看這個改變之後 我們是否吸入更多的人才 為什麼我剛才說 我推薦三十三十三十 因為本身是35個直選 就是35個功能組別 35個功能組別 那五個大選區已經撥到選委會 他又減了三十 那為了大家的功能和直選 大家減到是30個 我自己就比較flexible 就算你說直選維持35個 我覺得都可以的 35個 然後就是一樣 你喜歡怎樣選 大家就改革 那裡還會有改變 你知道 有機會改變比例代表制 那是中性的改變 那完全是為了大家都好 就算反對派也不要被激進派 就像病毒一樣帶著走 所以大家都是 最好就是有修改的比例代表制 那是另一件事 你說在選舉委員會裡面 有這麼多票 現在最重要就是 大家是那個界別的劃分 我估計 就不會按原有的比例 那四個界別 就像上次政改一樣 每一個界別加分 就是按比例加 而是會有新增的 是 新增的就是 現在其實歡迎意見的 你們都可以給意見 應該劃分多些什麼的界別 為什麼我覺得 我自己就不贊成它 按比例這樣增加 原因那四大界別 其實上次政改都應該要變的 應該要加一些 對社會很有貢獻 但是呢 是97年的時候 都沒有起來的團體 或者代表性人物等等 這四大界別太傳統了 所以你起碼那三百值再加上去 就是加一些新增的界別 包括你可能是現在我們要面向的大灣區的發展 包括有很多新興的行業 包括我自己都有講過 有些界別 我在上次政改 2010年都有幫他們提的 我們除了現在坊間傳的有些青年的代表 婦女代表等等 你看回2015年那次的政改 很多人有很多意見 我都提到的 包括保安 美容美法 還有各種的 包括少數族裔 我都覺得可以給一些代表 因為他們 在2019年的時候 我有好幾個團體跟我合作 一起 是在油尖旺 尖沙咀 是勸走那些示威者 有些真的哭 對著我 說希望寫信給美國的國會 為什麼他們這樣說香港 現在香港 我們普通人什麼生意都做不到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不是純粹 是局限在 現在的愛國者將要的陣營 不只是現在你看到的建制派 我們是要吸入一些 可能在以往因為各種原因 都未加入 或者未正式加入建制派 但是其實它一定不是反對派 又或者是一些很溫和的 我們都可以把它吸入 整個愛國者的隊伍 愛國者的隊伍就是一個前提 你在香港從政 就是要愛我們的國家 愛我們的香港 你不可以做一些傷害香港國家的事情 而且你一定要接受回歸 是一國兩制的 這些其實不難的 不難的 我想芬姐你說得很好的 就是期望我們的選委會 不是一個小圈子 應該是擴大一些範圍 比如說少數族裔 其實都是在香港一個重要的群體 是的 我每次都有提 就像政協一樣 我知道內地的政協 其實都有不同的少數族裔 就是內地的少數族裔 他們其實都要佔一些職位 我想其實是希望令到不同的群體 有一些發聲的機會 我又舉個例子 大家你們都是愛國社 一定的 不用說 我那裡一定是更加確底的隊伍 你們都是在現在的 你們是一些新興出來的人才 如果我們的劃分 能夠吸納到更多 好像你們這些 有機會 不一定去到哪個層級 現在總之整個愛國的隊伍 從政府 法定機構 議會 以及立法會 區議會 我們都需要廣納人才 我記得那時候2005年的政改 我提三千人 我自己提 是我提 我那時候還沒做議員 選委會是三千人 特首的選委會是人要多些 但是我不同意公民提名這些提名 因為整個基本法的立法原意 那個均衡參與 是要讓各階層有質素的代表 有質素 沒錯 真的不可以民粹 因為香港的確不是走民粹路線的 但是同時我們也都不是 只是要幫 譬如說一些很大規模的既得利益者 這些也都不是想的 所以說24年了 我們要吸入更多 是可能真正的中層 但是它最好 它有自己的專業 有自己的專長 它進去是敢發聲 這個就是田飛龍所說的 它其實不是針對什麼 而是它希望 我所知 這個給大家提示 現在其實整個改革 高層 中央 它不只是想聽到 你只是揣測他們想怎樣 它要聽到好的意見 還有真心為國 為香港的好的意見 總是我們不可能 我覺得更加不應該 建制派只是說建制派自己很好 不對的 應該檢討 善於檢討 因為的確有些地方是做得不好 有些地方可能已經是搜救了 因為你的團體有沒有改革呢 有沒有更新 為甚麼新人有沒有得 好像換血呢 即是有很多事情 現在國家需要的是 你幫它管治好香港的人 一句說完 你在這個區 有沒有去發展呢 我們不應該只是說 我靠派福利 不是這樣 以政論政 說真的 日後講人才 你自己有多少本事 你就看看 是不是可以應徵去那個位 應徵的意思就是 你沒有那個本事 就先增值 因為沒有甚麼怨的 一個大時代的改變 那個洪流是很快的 只會是準備好 有適合 而才能是去到那個位的人 現在這個1500人 絕對不是一個分餅仔的練習 一定不是 所以人人都歡迎 你們看到有甚麼好的意見 我覺得都歡迎給我 我也有一個有好的渠道反映 去表達大家的意見 各位就快點 將你的意見 現在在我們的留言欄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就快點反映給芬姐看 甚至很多人就說 不如做個KOL界別 第一件事就是推薦肥仔 這個都不是排除的 都不是排除的 你們可以向我建議 因為敢出聲 敢出聲勇於在困難的時候發聲 也是一個態度和能力 我反而看到 就是在大時代裡 左顧右盼 或者太適走位 太珍惜羽毛 那些你會看到 如果給他一個崗位 他能不能夠發揮作用呢 因為今天 一旦沒有了濫炒派和反對派 那個遊戲是不同了的 以往就是兩個派別 一定互相都捆綁 所以民主黨這些就蠢到 跟濫炒派捆綁 大家就一樣的 都要一樣的 響鐘都要一樣 建制派也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對著 將來你沒有了這些破壞派 濫炒派 剩下的我認為 都是可以共存的 不同聲音 那是好的 我覺得一個社會 一個議會 你一定要融立不同聲音 你叫他忠誠反對派 也好怎樣也好 這是我的經驗 這樣才可以互相出進 還有令到政府 更加重視大家的意見 其實對建制派一樣好 將來可能 就不是叫建制派也不奇怪 但是這個愛國的陣營 你怎樣演變 都還是有一段時間 但是你將來就不是說 我進去就是一個投票 沒有這支歌仔唱了 我相信 那時候就好像選美 每個人有什麼表現 你不能說躲在你的黨後面 就搞定了 我相信不是 因為大家都 個個都愛國 對於阿爺來講 個個都可以用 對不對 就是個個都愛國了 你有什麼能力 一眼見了 所以這個是好事來的 你們應該要著弱 尤其是還未正式在建制陣營出來的人 我也有些朋友趕快跟我說 我不是建制的 我有些朋友 他不斷支持我 我說可以的 你們一樣加入外國的陣營 是不是 外國陣營 會有這些人 有很多 即是他願意出聲 他願意出聲 有現在都有 但是他再三講 他不希望被人說是建制 不過我心想 你不讓人說建制都不行 因為你和對手都打了這麼多場仗 但是我是尊重的 我覺得我們這些參謹政的 一定是建制派 但是那個項目就是 我們是很歡迎 這個隊伍要擴大 同時我絕對相信整個改革 中央都是希望看到擴大 不是在現在既定的格局 還有剛剛芬姐說 關於要引入更多光譜的人 我突然間 老師思考了很多 特別好像娘娘剛剛說 她可能不斷提提提提 會不會有KOL界別 我可能幫你們提提 反而我因為去年 在全國青聯開會的時候 我了解到會議上面 他曾經提過 就是今年的全國青聯 由以前的七成商界代表 變成三成的商界代表 七成都是基層的民眾 基層的青聯 這裏令我反而想起 其實這個可能是我們國家上的政策 其實是多方面的發展 是需要吸納更多 由以前可能大家覺得是分餅仔的遊戲 因為老實說 以前的全國青聯 可能大家會覺得 一個分餅仔 商家佬進去 然後認識一下朋友 市民會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現在反而引入了更多基層的民眾 或者是不同光譜的代表 是會令到無論是中央的施政 或者是我們未來選委會 特區政府入面 他要去聽民意 去了解民意 那方面可能做得更加全面 都不奇怪 我只是想說 大家不用看 又不用猜 究竟現在想怎樣 事實上我想跟你說 現在每天都好像 大家究竟會想怎樣 這個就是我說 這個就是不好的事情 要戒掉 你應該說你想 你覺得社會要改善的時候 應該怎樣 你敢不敢說你的看法 你做議員或者選委 或者你們KOL 都是想 究竟現在想怎樣 其實 你要想想 反過來 國家這麼大 老實說 我聽過無數這麼多次 你香港自己搞得定自己 他根本不想出手 你帶來他很大的麻煩 你看看 他和外國的關係 搞得這麼硬 你說解決不了 所以我就說我不同意 特首一開始說 這些問題 我又解決不了那些問題 如果我做董事長 你那個行政 CEO 到刻說解決不了 要我做醜人 炒了他 不是 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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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點是 包括大家 你們 聽我說 有志向 服務國家 服務香港 自己講 香港應該怎樣走下去 你說KOL夠膽的 就自己要提出來的 為什麼呢 我所見到就是 誰敢言 理性 敢打仗 這些是會有機會被人欣賞的 所以那個問題就是 你不是等人 沒有人是會等人 我們自己 都是 你在一個舞台 不斷很努力地做 別人就會發現你的才能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 別人是怎樣 你始終都是在別人 你沒有必顧 為什麼呢 我相信沒有人有這個水晶球 這個歷史一直走下去 他就是會有自己的 一直這樣走下去 哪些人適合 哪些人不適合 永遠都是要有準備的人 而且 是有能力的人 這一次 國家強調得很厲害 他做這一次的改革 他是希望有能力的人 加入政府 有承擔的人 我知道在國家都是這樣的 國家現在的層面 就算去到農村 他有些人真的找很高級的知識分子 下去 下去你一樣是要打 你一樣是要放下身段 沒有人有例外 所以現在所謂的 既得利益者 大集團等等 我相信在這個新的改變之後 它會淡化了 因為以前你只有1200票 又全部傳統那些 那些 你一這樣現在有個改革 我覺得整個形勢 是將會有 新的突破 有慢慢的改變 你們是應該 有些新的思維 香港應該怎樣走下去 無論在民生 在土地政策 夠膽去說 不是看看這個大粒人這樣說 那個又這樣說 為什麼要改變 就是因為太多這些 沒錯 薰姐說得很好 我們現在有5800多人 來到65分鐘 我知道很多朋友 想跟薰姐聊天 我們現在可以接電話 歡迎大家打來 92472988 等電話的中途 大家快點去檢查一下 你訂閱了政壇新秀未 有沒有被退訂 訂閱免費的 有興趣可以做會員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有什麼想法可以叫薰姐 幫我們提出 因為始終可能接電話有限 我也知道很多觀眾 大家有很多意見 不要放棄你的意見 因為有時候 我們集合大家的意見 真的出現了很多力量 包括我最記得 之前的23條 在當初我記得林鄭上場的時候 她說她沒有空間去列列23條 到今天的時候 或者真的有機會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 大家千萬不要放棄 不要放棄自己可以發聲的機會 還有我建議各位觀眾朋友 就算是你自己今晚看完這個直播也好 如果你都呼籲一下身邊的朋友 對於我們未來香港的路應該怎麼走 你有什麼意見 都歡迎大家 除了在下面留言之外 都可以電郵給梁美芬 或者是不懂電郵的 都可以寫信 寄過去梁美芬議員辦事處 盡快寫過來 讓我們阿芬姐 可以盡快了解大家的意見 盡力幫大家反應 我知道現在地區有很多街站 在做簽名運動 就是支持愛國者治港 大家如果看到 當然適應 認住街站 看清楚究竟是誰擺放 在說什麼 如果看到街站 支持我們愛國者治港的街站 不妨下去簽名 或者跟我們的義工 因為大部分都是義工 跟他們說一聲加油 支持你們 我們是很愛香港 很愛中國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會開街站 我明天下午3點到5點 我會在鑽石山地鐵站A1出口 鑽石山地鐵站A1出口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 都歡迎過來一起交流一下 我們都會有一個街站 就是支持愛國者治港 Hello Hello 你好 喂 喂 聽到嗎 你好 我是肥仔傑 怎麼政府你 肥仔傑好 姓鄭的 鄭先生你好 我之前打過你 阿芬姐好 你好 鄭先生你好 好 嗯 是 我有些事情說 都是想說回我 對於這些事件的想法 嗯 那我就 或者說一下 講一下香港電台 和一個定性的問題 就是這兩樣東西都是環環相構的 都是和差不多一個目的來的 我先講一下定性 我覺得我們香港特區政府 它對於這個事件 都是說社會運動 應該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現在事情發展到要愛國者治港 我覺得如果特區政府不定性 應該中央開一個會 然後宣佈將19年這個事件 定性為一個顛覆國家政權的運動 嗯 因為這樣你有一個名字 說了出來 那些人又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讓他們站在道德的高地 因為他們 口口聲聲說 爭取民主自由呢 就好像站在道德的高地 這樣 是吧 他們好像 好像覺得自己 就是高高在上啊 他們不覺得他們自己做的事情是不對的 是吧 嗯 你明白嗎 嗯 聽到 我希望回到後來的反應 為什麽 特區政府就不會做的了 這件事 口口聲聲都是說社會運動的 是吧 應該中央頒布下來 定性 要統一口徑這樣說 為什麽呢 因為拉上香港電台 為什麽要這樣做呢 因爲我聽 那 香港電台那些和商業電台 譬如你很多的士 的士啊 搭車都會 就是搭的士 小巴都會播一下他們的台 嗯 那很多時候聽到他們 就是 不要說 你不要說電視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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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電台的清談節目 很多時候找一些嘉賓這樣說 一下 他們那些 都是那些 那些 那些 一是不夠膽的那些 就單單打打 是吧 那些 講話不合得又什麽了 又被人抓 也就是說這些 是吧 有些就懶是什麽 好像李怡那些 經常講民主自由 看什麽書啊 林肯啊 華盛頓 經常講這些 是吧 就是他們看那些書 介紹那些書 李怡那些 在香港電台說了二十多三十年 譬如我舉個例 好像是星期六 下午三點香港電台有一個政壇新秀訓練班 他又有這樣的節目 找那些年輕人找一些嘉賓對談 為什麼那些年輕人那些主持在這裏都是什麼呢 我覺得他們經常說一些話不面對現實 經常說那些年輕人說政府不聽我們說話 我們什麼什麼表態意見就沒有渠道 現在又說什麼國安法呢 我們又更差不敢說 香港電台真的 我說這件事真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在這裏說 我實在說 大哥 他那些年輕人香港獨立 我怎麼跟他談 有沒有可以談 為什麼沒有人可以指出這件事 你正了明的 這是一件反革命的運動 顛覆國家政權 你年輕人你要香港獨立 我怎麼談 大佬 你給我什麼意見 你的意見是否說 我們香港現在不喜歡 不喜歡 五星期 我們香港不喜歡 唱各個歌 是不是這樣都可以 都可以談 那是沒得談的 大佬 那為什麼 你轉移了時 經常都說 年輕人又搬 又不喜歡 又說 你明白 我說話就不是那麼厲害 不是那麼厲害 我想你都明白我說什麼 明白 是嗎 收到 就是 還有 現在說香港電話 就是 應該我們拿回他那些時間 不要說收拾了他 好像 何志光說 很多的地址 那些車會播 不如你拿回他的控制權 吻榮妍也在說幾分鐘 梁梁也在說幾分鐘 那些什麼 一周大事回顧 說十分八分鐘 我天天在播這些 起碼你也有個台 和商業聯台對 對不對 那你慢慢 你慢慢 一年兩年三年 慢慢你可以轉 才有機會 幫那些人了解多些年輕人 譬如 陳榮欣和榮家 說那些 你們也有些人說 那些世界大事 政局 美國怎樣殘殺 歐洲那些殖民 怎樣屠殺那些人 種族滅絕 他有什麼資格說我們 種族滅絕 最沒有資格就是他 謝謝你鄭先生 因為時間差不多 我要給一些時間 婚姐回應 婚姐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港台 浪費資源 大家都經常說 反而我想說一下 剛才有鄭先生說 是不是應該要將19年的黑暴 定性為國家的層面 定性為顛覆國家的政權 我覺得這個提議好像不錯 我聽到鄭先生的建議 但我對於這樣定性 2019年 由始至終 可能有一定程度的風險 為什麼這樣說 始終那裡人很多 裡面也有很多人跟著跟著出去 我考慮到 就是我們應該要握大 捉大 不是捉那些黑暴 也不是 有一些 我覺得裡面 因為我自己也看到 當日 有一些 平時已經可能很久很久 沒有出去示威遊行的人 回歸之後都沒有 就著這個氣氛 很多人出去了 否則真的不會那麼多人 所以我們如果將整個事件 由始至終這樣定性 可能在政治上 就是一個很高風險的行動 第二 也都是你在法律上 你要很多其他參與的人 你要將它歸納在一個這麼高的指控裡面 我就覺得未必適合 所以這個是我初步的回應 但你說不是 他們的行為 你有國安法之後 他一定是整體這些 你參與的都已經是 大家說得明白 你明明去參與這些違法 這是第一 我一定不會實錯 第二 其實現在參政的人 所謂國安法 就是沒有追溯力的 但如果說政治的行為標準 他就一直計 所以如果真的有些人 他總之 這些叫做冤有頭債有主 我覺得就不會是 走去可能有一些人 他本身蒙茶茶的 那些我覺得對社會來說 就未必是這麼好的 所以未必是說 你一定要這樣整個運動 但是你可能某件事件 那我就覺得 即是你每天發生的事 是怎樣去做 就會好些 沒錯 好 多謝芬姐的解釋 那我們現在就聽第二位觀眾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陳先生 你好 陳先生 你好 陳先生有什麼想說 陳先生 之前拍了很多次 我想分享 我是內地的 想分享幾個意見給你們 看看可不可以接受一下 第一個 我覺得這個議會 因為這幾段時間 我還聽到你立法會的 開會的情況 之前太亂了 怎麼說呢 建制派多數 泛民少數的時候 他們不斷的 但我希望以後 即使再沒有分建制什麼問題 如果提出一個議案出來 如果他們覺得 多數 小數不同多數 但多數 希望聽小數的 聽小數的意見 但不要因為票數的問題 就拉布 不給你這個議案 預算 過這個問題 嗯 我同意 第二個 我希望 第一 先修補一下你 香港本地的 兩方面的施裂 南、南、黃、施裂 最加上要修復香港和內地的施裂 嗯 沒錯 第三 這個施裂就是 上次你們有一兩個人去上北京提安說 希望中央撥地給你們 其實你們香港真的不決地 只不過你們各個地產商在團地 團地了團地之後又不發展 接著呢 嗯 香港特首呢 又說要填海 又說很多環保問題拒絕啊 什麼什麼什麼 其實你們根本就不是很決地 你們一直在賣地 因為地產商一定有團地 然後呢 跟著呢 又說沒有地 要大陸撥地過來 其實我們對這個問題 大陸是很反感的 你們真的 我覺得你們真的一定要學一下 真的向澳門學一下 澳門比你們少 但他們一直都在賣地 但是人家為什麼不說環保的問題呢 因為你最基本的 住的地方都解決不了 你為什麼要上升到一個環保的問題呢 你是不是應該解決了最基層的問題 現在劏房啊 火灼這麼嚴重 這麼多事情 現在年輕人 住都沒得住的問題都解決不了 你何來要上升到環保的問題呢 是不是經常把道德綁架太厲害了 我覺得就是這個問題 陳先生 陳先生的意見其實相當好 我絕對同意香港現在 所以剛才我說 我們要打的是大老虎 要修補的就是可修補的 就是那個香港社會自己的撕裂 那個月合也都要靠我們自己努力的 所以在這個選舉制度改變 或者完善之後呢 我希望我們就能夠踏出更好的一步 就是在施政的質素上可以提高了 剛才我就說在現在的過程中呢 其實如果我們增加了選委會的數目 那麼未來的特首 可能他做的決定 還有那個班子 不用沾前顧後 因為呢其實說真的呢 就是大家如果一起選了一個出來的 他是得到大家的支持的 在這麼多的選委裡面 那麼基本上呢都是平衡各方的利益 那麼之後他要做的就是 對香港好 你是對香港好 那麼剛才陳先生說的 我是同意的 因為我真的知道呢 內地的朋友呢 有兩樣東西都挺反感的 嗯 第一呢就是去年11月12月呢 就是香港未控制好疫情呢 就說要去通關 去北京 當時我記得陳肇始也有跟進去的 之前我已經跟他說他不行了 人家那麼辛苦才去到零感染 你自己未做好自己了 那麼今次呢 國家領導都一樣是這樣說的 所以呢他們是很害怕呢 突然間因為中央突然間太疼香港呢 就被我們通關這樣 所以我們呢都要自己的行動上 譬如我們打疫苗啊 我們全民檢測啊 這些你真的做好些 你自己都起碼試一段時間的 就是清零 行不行呢 那麼政府又沒有這個志向說清零 所以呢其實有志者就視警成嘛 他連這個志向也不定 就是人家就變成了無信心 沒錯 陳先生你說 陳先生你身處的地方 是不是那些疫情的數字是很少的 甚至乎沒有的 之前我不是跟你說清零 是呀是呀 是呀是 廣州嘛 是呀 沒有的了 沒有的了 其實我們喝茶 我最近也有回去 他喝茶買三盆冷 全部都不知道多好生意 那些購物店 我第二件事 陳先生你講的我聽得到 它就是很代表 因為我自己也有很多朋友 就是說你拿地 那你為何你自己呢 其實香港很多green belt green belt就是綠色地段 其實也不需要上升到環保的對立 不需要的 即我們可以還可以在一定程度合理的環保生態下 其實我們有很多土地的儲備在這裏 這就是政策決定 香港為什麼走來走去走不出這一步 我自己都認為我們是一國兩制 我們一定有資本主義的色彩 但是在土地、房屋供應那裏 是不需要扭曲到這樣的 資本主義的制度都可以用一個這麼合理的遊戲規則 去將這些情況更合理地去處理 有時你跟很多專家談論 都有很多的想法 我覺得日後政府是要聆聽 我們整個社會就不應該再被政治鬥爭對立 就掩蓋了所有應該可解決的民生問題 民粹主義太厲害了 民粹主義太厲害了 多謝你 陳先生 多謝你 拜拜 我要再打電話給你 我無法再打電話給你 我們稍後再接一個電話 不過在接電話之前 我剛剛講起疫情 我想問一下 薰姐你是打了疫苗嗎 我打了 你看你有沒有變樣被人偷DNA 又換DNA 那些小黃人經常說 他們經常說會換你DNA 當然有些人士可能不舒服或不適 但他們把整件事扣進去打疫苗上高 其實令整件事都頗恐怖 因為科興或國藥在全球很多地方都在打 其實他們沒有這些新聞 但在香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這些新聞呢 就好像造謠抹黑一樣 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七嘴八舌 總有的 又不講科學 我想說 我本來在內地打國藥 我也特意不打 我覺得跟香港人一起 我們在2月22日打科興 我所知道也有很多立法會議員去打 我聽不到有一個特別有什麼副作用 我們三個都打了科興 我自己完全沒有感覺 我有打疫苗 就算是流感疫苗都會去打 但我也知道有些年輕女士 她不是有政治的 她連流感疫苗都不能打 因為她自己本身是有敏感的 所以這些就是屬於 我們都呼籲了很久 你不是要每一個單人都要打 大概是八成 打了就OK的了 所謂的全民檢測 內地做得最好 她幾乎追蹤所有人 但如果你說大概香港能夠做全民檢測 連續在一個月之內做兩三次 五百萬人以上都做過全民檢測 香港怎麼會沒有機會是零呀清零呀 這個是政策決定的問題 我講起我都是生氣的 我們都生氣的 講起都生氣的 因為這個不只是影響衛生政策 還要很多病者無端端要加重 因為你一直要有這樣的病疫 繼續拖尾 第二是經濟復甦不了 難怪別人是不放的 為何不做這件事呢 我也不明白 全城做生意的也好市民都悶了 寧願你做一個月 那我們就解封了 說完這件事 疫苗 講明的 其實大家應該有一件事 叫做大我的觀念 你說真的 回想起 我們現在打其實是很安全的 這麼多人都試了 你看看人家那些國家一開始 都已經有人勇於去打 那些人就真的要照顧了 我們這些已經是很多人都打了 我們才去打了 人家只是呼籲你 有八成的人打了 那你現在呢 那你現在呢 人的確有很多種 你不是只是老人家 我剛才說的那個年輕女 她看來沒事的 但是她原來自己有敏感症 她自己知道 那這些你自己要知道 不要去打 有一些她可能自己的身體 我不是醫學的 我就不會濫於充塑 我覺得 就不要將一些東西 將自己心中的喘測 那些故意增加的恐懼 這個是對香港社會沒有好處 你說這個例子令我想起謝安琪 謝安琪她當年有一個錄音 爆了出來 她就好像疑似 說到自己專家 就說這個流感疫苗 怎樣會 類似是流感疫苗 有多低效率 或者是對身體有多危害 但是她說的東西 可能是來自一些坊間的書本 七嘴八舌 因為我們作為一個學者 真的要看一些論文 或者一些比較深入的資料 七嘴八舌 令到她身邊的家長群 很害怕她不應該打流感針 我覺得其實是同一個道理 但是現在因為放寬了一些限制 例如你自己都是一些行業 例如什麼美容業 有機會其實我都建議大家打 如果你現在身體力行 你覺得需要有多個保護 我自己打了 我就拔我爸爸三尾去打了 我覺得自己會很安心 起碼我給我身邊的人 例如現在我們大家做節目 你會覺得安心 起碼我打了疫苗 我始終是說 這件事是看香港人有多大的功德心 是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 如果你自己是屬於 應該去打是沒有問題的 你去打不只是為了自己 你是為了香港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大我的精神 香港人有多少人 願意以一個大我的精神 去增加打疫苗的比例 如果我身邊有人 他會有敏感症 他不能打 我根本沒有這個問題 例如我打流感根本沒有問題的 你自己又聽到 或者甚至增加那種恐慌 這個呢 是不是處理危機的方法呢 是不是 如果有些人是很有影響力的 你是不是有大將的風度呢 還是你根本第一個自己站出來就騰雞呢 那個問題是 其實很簡單 你看得遠看得高 人人都應該有一個大我的精神 沒錯 我知道同事接了個電話 我們先聽了個電話 我們快一點就聽個電話 Hello 你好 你好 喂喂 你好 Hello 你好 怎樣稱呼你 你好 是否肥仔結論我聽你的 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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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有什麼想說的 如果想說香港的問題 其實一天一夜都說不完 我現在想說一件事 我就是很想去打疫苗的 嗯 喂 你繼續說 我就是很想去打疫苗 但是呢 鱷於呢 香港 太多個黃絲了 我怕他們把疫苗當作是政治工具 所以呢 我就想 你們任務 一個好的渠道 我們不懂得分黃勁錄 我們的基層人 不懂得分黃勁錄 最主要就是 我不知道去哪裡打才會安心 嗯 真的很慘 現在要搞到很擔心 我想我在這裡 首先回應李先生 李先生 我個人覺得 或者個人認為 因為這次打疫苗的這個計劃 那個項目可以說 是一個政府非常龐大 非常巨型的計劃 那你問我 有沒有機會 真的打疫苗的時候 那些護士或者醫生 是因為黃藍的政見 所以他特意令出錯 或者打錯其他東西 我覺得這一方面的說法 太過於陰謀論 但是我個人建議 先不要抱有這種態度 老實說 我們實事求是 如果你說真的出現過類似的情況 那我就會跟大家說 大家要小心 但是如果沒有類似的情況下 先用陰謀論去看這件事情的話 我會擔心大家在這個政治氛圍下 就會誤墮進去那些小黃人的圈套 或者會不會是我們給一些實質的建議給李先生 例如李先生你要對清楚個名字 或者是帶多個朋友去 起碼都安心一點 我理解你的擔憂 因為其中現在是坊間 你說你說 因為我們的朋友圍內圈子 都是想去網上約打 其實都是有這個問題 害怕就是這樣 明白 這樣吧 我自己是很理解 我一個人 很理解 我們是絕對支持自己國家的疫苗 說真的那句 如果說到香港的問題 我覺得香港人其實真的沒有社會責任 所以這個呢 這個是我自己的個認知 明白 這個呢 就是有待大家 要一個地方的精神文明 是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到 就是在危機 在大家要付出的時候 你就看到了 就好像人家是泰國 那時候金融危機 就捐一些金錢出來 就是這些是 你看到是一個大我的概念 但是呢 就是 貴姓啊 李先生 李先生 李先生呢 他說他是擔心 這個擔心呢 我不是聽了第一次 是不是 暫時有議員 他直接有些朋友這樣警告他們 又或者呢 我認識有些朋友 真的因為這樣 不敢去公立醫院 而言而誤醫治 就是這些事情呢 就是這些事情呢 是 就是這個醫護人員的團隊 他們重拾他們作為醫護界 他最基本的精神 好像我們教學的 就有教無類 是不是 那醫治是無類 別人去 無論什麼人 你不是可以分顏色 香港的醫護界是有部分人 是出了問題 那個是醫德有問題 他的確會給表情你看 他的確會是可能 有某些情況 有些令到你覺得好像 不是那麼好 那我就相信那些朋友 他的遭遇是真實的 只不過呢 現在呢 我就很希望呢 大疫當前 疫情的疫 大疫當前 是不是就是要放下 我就呼籲 我只可以這樣說呢 就是說呢 當然啦 我們都可以反映 看看會不會有些特別中心 是令到大家放心去打 到轉都是一樣 那你就做那些 那些自己認為自己顏色很深 有些人 有些黃營的人 他都說 我不敢去藍營那裡打 是不是呢 我都在說 基本上呢 基本上呢 都 基本上呢 沒有發生過 對黃營 是有什麼問題 沒錯 那李先生 你還有什麼想說 我還有想說呢 其實可不可以呢 我們可以選擇到回深圳打呢 對香港的醫護呢 信心很不足人 因為呢 我都是新移民來的 我也是 經歷過在大陸 那時候 剛剛有疫情 因為呢 我回來香港 很多人都說 我們 我們共產黨 是什麼 要強制一些人在家 其實是我們很自律 是自己在家 這個我跟很多香港人解釋過 還有我 甚至同學 大陸那些 都是做醫護人員的 他們是 下班 免費 免費 去幫 去幫政府做事 但是我們在香港 看不到有這些醫護人員的 你覺得很好啊 還要罷工 大事大事面前都是這樣的 香港人大事大事面前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就覺得香港人 真的沒有那些小責任 是 是 政治閒先 是 好了 多謝你啊李先生 因為時間的關係 多謝你 我給一點點意見 你選擇 是 梁梁說 講多20秒 還有教育界 你是屬於教育界的 香港的教育界 一度闊瀑 我這樣就去幫忙 我去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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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經歷過香港 你去幫忙 你想想 小學到了大學 你這個思想 這個思維 很難可能改變到 如果你不大都闊瀑 不要改變教育界 何來彭愛國愛港呢 同意 沒錯 多謝你 多謝你 李先生 我先回應教育 接下來4月15日有個國家安全教育日 希望大家多些宣傳 我知道芬姐現在很專注在教育上 因為我之前和芬姐一起開過記者招待會 通識教育 另外就是網上欺凌 各方面分析到關注 大家知道教育界有任何個案子可以找分析 大家都抱有希望 因為我覺得隨著國安法來臨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敢再拿出來大行期到 一定要支持香港推小朋友出去港獨 另外我想回應剛才李先生的擔憂 我給我一點點提示 只是在網上看到 例如你坐下已經有個護士 你先拍下也好 抄下也好 因為有兩個護士 我自己打的時候也是 你可以抄下兩個護士的名字 其實這個意思是讓她知道 我現在正在關注你 和我打針的一件事 如果她是一些搞事的人 起碼她會不會害怕呢 這些小小的提示 但同於芬姐所說 我們不會因為這些事而走去不打針 就是因為我覺得有些人散播謠言 令我們不去打針 所以芬姐 你們就要為了我們努力 我都不排除 其實我們不少的朋友說過 不只是這位朋友 而是香港有不少的港人在內地 他們就很想打 但是現在就沒有安排他們打 內地的政策暫時來說 是不會跟香港人打 原因是我估計的 她真的很怕香港人很麻煩 不是 應該是真的 她真的很怕 萬一有什麼又去投訴他們 去打內地的同胞 我相信跟李先生一樣 因為我回了好幾次內地做檢測 很多義工 醫護大使 退休的那些自願回去協助 去安慰 去做很多這些工作 所以香港的醫護界 其實自己是要自省 怎樣去重拾市民對他們的尊重 還有愛護 因為我也知道有很多是盡心盡力 但是的確被一批害群之馬 影響了你連內地的人都是這樣看 你看到人家已經再不會羨慕你 香港你怎樣怎樣 你還自高自大 但是人家是很團結 所以你逢抗疫這些東西 是必須要團結的 真的不要再搞什麼小動作 無聊的 是不是你犧牲普通市民的生命 或者健康 你發洩 遲早就會闖禍 沒錯 是不是有法律的責任 而且是嚴重的法律責任 芬姐剛才說得很好 其實我們大家都是一家人 大家都是中國人 我最後想給大家一個畫面看 可能大家已經忘記了 在1516年的時候 他們做了一些反水貨的運動 所謂光復上水 是的 我很記得這個畫面 我看新聞 我最記得那時候應該是一個茶餐廳 或者在餐廳吃飯 我看上去的時候是哭的 那群人的時候 就是對著伯伯 或者對著其中有個女性 他帶著小孩拖著行李箱的時候 他們不斷踢他的行李箱 而新聞去訪問有一個伯伯的時候 他說其實大家都是本事同根身 雙殲何泰吉 其實大家都是中國人 其實大家都是兄弟 為什麼兄弟要打兄弟呢 所以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有六千多位觀眾的時候 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 中國人去傷害中國人 是一件很無謂的事 我們應該是槍頭對外 就好像國家一直在國策 或者外交的時候 不是想用現在的軍力去對香港 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 我們要對的是對外國的勢力 所以很希望芬姐 為了我們香港繼續發光發亮 為了我們繼續努力 因為從來中國人 我們今天回來的繁榮穩定 都是得來不移 香港的繁榮穩定 不是今天我們香港人而的努力 是我們很多的前人 去為我們種樹 我們才有今天的光景 所以芬姐 我覺得今天的討論和電話 其實都很有質素 非常之好 我是很願意聽到大家的意見 因為現在香港正在改革之中 第二大家很希望香港能夠走出 之前的陰離 所以我也希望各種意見 大家可以透過一個渠道 這個渠道 政壇新秀也是一個很好的渠道 反映你們的意見 同時我認為 我們放下我們的心結 也都需要包括這些醫護人員裡面 你看看令到普通的市民 這麼憂心的表現 先不要說別人贊賞你 基本信任都沒有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值得羞愧的 我就希望日後 大家不要再有任何這些事情 一個害群之馬 已經是影響整個界別 沒錯 所以我希望這些 是不是日後減少了 不要做了 一個都嫌多的 沒錯 還有在這裡做了一個最後的回應 因為我看到 其實剛剛李先生打完過來之後 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區說 其實很擔心 打疫苗去哪裡打 又怕黃黑醫護 甚至有很多朋友留言說 肥仔可能你是不是太天真 相信黃黑醫護 老實說 我自己個人認為 現在牽涉到的大是大非 我自己本身不想太去揣測有沒有這件事發生 但我也理解大家會有擔心的 特別是近來有幾宗意外 雖然大家要記住 政府出來澄清 就是專家看完之後 其實那幾宗都不關疫苗事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資訊 當然如果朋友們 你們依然還有這個擔心 說怕有黃黑醫護的話 大家可以去留言區那裡看一看 其實我早前有工聯會的朋友 就發了一個信息給我 我也轉發了給街坊 就是工聯會的工人醫療所 其實是有得打疫苗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在留言那裡置了頂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如果你說不信不過那些黃黑醫護 工聯會那裡是英國的 工聯會是不用付錢的 沒錯 以我所知道 就是不用付錢 也不需要是會員的 因為這個是政府的計劃 所以大家也可以打電話去查詢和預約 我就想補充一點 任何打疫苗一定是免費的 第二就是 這個我就轉發了內地的一份 就是它的checklist 其實香港我一早都有叫 我建議政府要給這個checklist 就像澳門那樣 你可以填滿自己的 這個步驟都是應該做的 我們在內地 就是看看自己有什麼情況 是的 它會給你剃的 那你自己剃完了 這個也是一個應有的步驟 我覺得尤其是自己 可能是有一些隱疾 那些你就可以檢查清楚 還有很多有 就是它跟它的指引去做的 我看到都是去打了 譬如說 它說高血壓 你不是很嚴重的高血壓 穩定的高血壓 很多我的朋友都有去打了 所以它會很清楚告訴你 就是那個血壓 如果你自己控制得好 就可以去打 那些指示都很準確 內地有一個列表 差不多好像有19項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指引來的 我覺得是可以有時候 可以陪同老人家去的那些年輕人 你可以幫那些老人家看看 其實我覺得反而大家應該要 注意一下自己身體的健康 沒錯 還有或者你的老人家 譬如好像其中有一個 現在出現的case 就是它自己沒有打胰島素 即是它本身自己也有一些長期病患 所以我建議大家 就是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健康安全 你接下來打疫苗的時候 才可以說 我原來都很低風險 你才可以打 沒錯 我們今天來到11點18分 多謝大家仍然有6千多位觀眾 繼續在這裡支持芬姐 沒錯 多謝大家 我們星期五再來會有個直播 星期四肥仔會做年輕人 沒錯 香港90後 8點 8點至10點 香港90後 小粉紅毛 看看你會不會有什麼重大的宣佈 因為到時候 是不是應該全國人大 是不是閉幕 11號 大家留意我們的節目 多謝大家也要記住 支持我們政撻女神 多謝芬姐今天白亡之中抽空過來 我們一起和觀眾在這裡互動 因為我們也知道芬姐比較忙 大家加油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接下來星期四 繼續晚上和大家直播 星期五也是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晚安各位